无人机没有价值 解决问题的无人机才有价值 最近有很多老铁问了很多开源无人机相关的问题 今天我把它整理出来统一回答 不当之处互相探讨 1.多旋翼和垂直起降固定翼最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多旋翼续航时间在40分钟左右航程20千米左右 垂直起降固定翼续航2小时左右 航程120千米左右 简单的说 多旋翼就像跑短图的城内角色 不定翼就像跑长途的城际高低 各有千秋优势互补 2.开源无人机稳定性好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影响稳定性的因素很多 可以简单分为 飞控软件部分飞控硬件部分 载机部分动力系统部分 组装调试部分测试质件部分 立元无人机通常定制化程度更高 团队分工明晰生产流程规范 3.开源飞控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我认为除了性价比之外 就是可以灵活修改固件 增加自定义的功能 再说点形而上的东西 开源飞控的大部分更新功能 都是全球底层用户提供的 它能不断汇聚自向而上的力量 这种力量往往很有颠覆性 4.打算在开源无人机领域创业 有什么建议 我作为一个创业者来抛转引玉 首先要找到自己的优势 在研发生产测试操作上都可以 其次要掂量自己的优势 能不能解决现在的一些问题 最后有没有用户愿意付费 让我来解决问题 借用前辈汪涛一句话总结 无人机没有价值 解决问题的无人机才有价值 祝大家劳动节快乐